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到底该怎么办 要硬还是要软 要讨好谁 每个政客心里面都在问 怎么办 谁支持我 我要对谁好 那以利益修到底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还有今天我们会播出一个经典名句 原来 这是我们的立法院 真是棒 那台湾人到底是不是中国人 台湾人当然就是中国人 可是有人就是要努力的想办法 要让我们不认我们自己 不承认我们自己 有一天我们不承认我们自己是中国人了 这一天会不会很快到来 现在29岁以下的年轻人 70%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那将来一年两年三年 十年之后的台湾会是什么样子 十年之后的大陆 大国崛起 那样的大陆碰到这样的台湾又会是怎么样 今天跟我们一起打拳的董哥 董志森 大家晚安 立法委员赖世宝 大家晚安 前监察委员叶耀鹏 大家好 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 主持人好 大家晚安 资深媒体人郑诗诚 志强大家晚安 国会助理郑赵新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 一立一休 为什么我最近在看这个变化 时代力量最近演好大 演得那么大 今天当然还有今天的一句话 我们来看看哪一句话 好 徐永明站在咨询台上面一个人 万富莫敌挡了三个小时 然后民进党国民党都很不满 陈明文走上去要叫他爱了 你比较快下去 然后他就说 不要碰我 我不是张花冠 这句话我们再来看 最近一立一休的发展 11月17号 一立一休劳心法修正草案 完成一读 并且交付立法委员 未还经济委员会联席审查 国民党团一度 占领主席台抗议 其实国民党全部都占到主席台了 你看蒋万安非常的激动 站在最前面 党内立委对一立一休要怎么修法 却意见分析 好 林维州 国民党立委林维州说 就算逐案祭出表决战 杯葛的效果其实有限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要这样子 用表决来做表决战 一立一休最终还是会复委 我希望能够提出 修法前要开公定会 修法评估报告这个诉求 来展现我们在野党党团的态度 武敦毅支持这个态度 他支持说要先开公定会 然后劳基法修法 不用鲁莽霸道太过急躁 要劳之和谐共创双赢 这种惊念有谁听 然后国民党立委 蒋万安他非常的愤怒 他说一立一休再修法 已经引发社会各界不满 这个风向大家都看到了 连民进党都害怕 现在不只是劳团 连民众都等着看 国民党态度 那党团你要决定 你要不要让修法复委 如果党团就这样子 让一立一休复委 我个人会坚持走我的路 就是这样 我很清楚 复委就是打假球 所以媒体感觉说 国民党你是不是在放水 你是不是在打假球 有媒体记者就写说 你国民党你要夺回政权的话 你就变成是春秋大梦 你是用促转条例 来交换一立一休吗 促转条例是要对付国民党 所以你是用一党之私 来交换 攸关劳工权力的一立一休吗 那你是在担心你自己 你用过去威权的态度 来希望跪在地上 求民进党不要追杀你吗 你在做什么 可是国民党党团 11月19号严正驳斥 他说国民党跟民进党 如果有所谓的密室协商 那我民进党何苦凌晨五点 就在议场排队来防堵国民党呢 所以我们没有摇摆 我们没有交换利益 董哥 这个新闻我相信所有的 全台湾两千三百万人都看不懂 到底国民党有没有摇摆 到底有没有跟人家用促转条例 来暗示交换 有没有 有啊 国民党当然有摇摆 我相信国民党周术的立委 赖事宝丁在这里 周术立委 其实是满挺民进党这个案子的 这个案子 因为对资方比较有利 那国民党我觉得说 他的摇摆就是 他因为 因为劳工团体 百分之99.999 都是民进党的走狗 你再怎么帮他 他也不会投国民党 我老实讲 很多人的心结会放在这里 所以你不要看很多劳工团体 在表演或什么 估计劳工团体 现在看到廖慧芳是 劳委会的政务副主委 过去是劳政的理事长 他们都有高官座 千万不要相信台湾的那些 那些摄影团体 对不对 我们上个礼拜在讨论农村 劳动部的副 对 讨论陈金德 宜蘭 你有看到台湾农村正线的人 站出来吗 没有 对 他不是也是立委吗 他的会长 在当民进党部门军立委 蔡培会 你有看到我们两三个礼拜前 我们在讨论鸡蛋 食安 你有看到主户联盟的 陈蔓立站出来吗 他是民进党的部门军立委 千万不要相信台湾的摄影团体 但是我讲 国民党在这里面的态度 暧昧到让人家 不是说懒你捉摸 而是太明显了 我觉得太明显了 你今天国民党剩34席了 你现在只有冲 国民党该怎么做才是对 所以蒋万安骂国民党党团说 你有摇摆 他为什么这么生气 今天台湾老百姓太清楚了 今天是印尼修要修 为什么要修 因为七年民进党强行通告 掐了陈怡林的脖子 还去洗洗淑花的胸 记不记得 那时候打得多厉害 苏正清 民进党苏正清 然后把国民党立委打成一片 苏科卿的下流动作就不要讲他了 苏家庭的侄子 但是我讲 大家要记得 七年民进党是把这个 印尼修讲的都好都好 然后今年他告诉全国老百姓 我们七年 掐人家脖子 袭人家凶 那个案子是不好的 要现在这个才好 这个话能听吗 一般人你只要有点尝试 那你七年是在骗我 那他民党可不可以说 起码我先道歉说 对不起 我去年通过这个法案 我强行通过打人 打成一段糊涂 通过这个法案是不好的 我错了 他有没有道歉 没有 他去年通过了 得罪了一部分资方 赖清德当台南市长的时候 很多资方就跟他表示 怎么样怎么样 那他就听进去了 那这些资方的力量 因为他们挺民进党 所以民进党压力很大 所以为什么要翻掉林权 就是要让赖清德来 不能让林权自食其口说 我那时候讲好 现在又讲不好 所以他的用意在这里 那国民党 你今天看到蒋万安 我觉得他很带肿 为什么 因为他讲的是对的 全民大家都看在眼里 你如果让他复委 就是打假球 赖斯堡那时候在场 觉得你还在吵什么 我们的党编明明就说 接到老柯的电话 老柯前一天晚上 跟国民党三个党编都讲了 就给他复委 换 换出转条例 是 都已经讲了 老柯公开也讲 那你今天要 记者也都看到了 自蒋万安一核地 蒋万安联系排三天 是要来讨论我们这个劳工 他已经把案子排进去了 所以赖斯堡都看不下去 赖斯堡不要废话 走 我们去暂停主席台 我第一次这么 这么崇拜阿宝了 我讲真的 我认识他这么久 我觉得你现在国民党 已经剩34席了 你还在瞻前顾后 还说我们要理性 要什么割派 你现在不跟他占到一兵一卒 你的支持者 有谁会看得下去 好 赖委员 国民党党到底在干什么 真的把一粒一休 拿去跟促转条例来交换吗 这个有没有交换 我真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媒体这样写 不过董哥刚刚讲的一句话 说第一次看我这么带种 应该看去年 你刚刚去年 你去年也很带种 去年也很带种 我 对 苏嘉全主持的时候 不念 不处理我们事情 我就说走 冲上去 大家都毫无准备 听我一句话 整个冲上去 我就站在苏嘉全旁边 整个要让他停摆 所以这个东西 在一党就是要这样子 第一个 好澄清了 他去年就很带种 第二个 人家习永明一个人 可以占领三个中头 国民党三十四席 为什么 人家习永明一个人 可以搞三个小时 你们国民党立委 这里面来讲的话 他这个法修了 他刚刚讲那句话 我就不重复了 这里面该修了版本 为什么说完全倾向脂肪 过去强迫七休衣一粒 七天一定要放一天 七天一定要放一天 现在改成十四休二 十四天放两天 什么意思 头尾放 中间都不放 连续工作十二个小时 那人都要倒下去 对 他就要这样子修 请问这不是偏向脂肪是什么 第二个 加班的时数 46变得提高到54 三个月算一次 叫做劳动工时 工时银行 全世界有工时银行这个东西 我三个月算一次 你为什么不要三年算一次 对不对 三十年算一次好了 为什么这样子 会造成怎么样 30个小时 44 54 30 所以四个月 会有两个月连续做54 就连续加班108个小时 这是会出现的 又一个劳工倒下去了 对 劳工倒下去 第三个 你要给劳工 这个要换班对不对 中间的时候休息时间 我休息原来11个小时 他这边8个小时 8个小时 那我开游览车的 我8个小时 我回到家 洗个澡睡觉 只剩5个小时 跟他来讲一下话 剩2个小时可以睡觉 这个完全是倒向自封的 所以这样的案子 我们当然不能接受 你今天讲到说 今天早上 习近平在那里冲 其实国民党立委都在现场 只是说 这个习近平那个经典 他会讲那个经典的话 我不是张花冠 国民党的人讲不出这个话 你知道吗 对不对 还比这斯文一点 所以整个劲都在许书法 委员代总可以冲 但是他无法讲 我没办法讲到无法 你要革调 我知道 所以是国民党的那个 但是我要强调的 国民党到现在为止 真的 还不知道有不少的人 还不知道他是在海岛 还以为他执政党 这个东西 视频包吻 中庸 我觉得这个是 要很大的一个转变 赵新 国民党年轻人 国民党党团这样在做什么 连蒋万安 他其实一向是满温和的 非常很少听到他 什么激动的话 他跑出来说 我个人会坚持走我的路 就是这样 副委就是打假球 骂党团打假球 然后拿一粒一休 去跟促软条例交换 这样的党团干嘛 说徐永明 徐老师徐教授 今天一个人站在上面 三个小时好像很厉害 但是大家不是觉得很奇怪吗 平常时代力量出来的人都是谁 真正的影帝是谁 今天何欣诚委员讲说 我们的徐永明委员是对影帝 你真正的影帝是黄国昌 矽子影帝黄国昌 他那个时候在干嘛 我给大家看照片 他今天从影帝变导演 你看他坐在后面 翘个二郎腿 就是一个导演的样子 camera 为什么他现在不敢到第一线 为什么坐在后面 为什么 因为12月16号正在霸昌 他不知道自己要变成剑靶 所以他不敢 所以找徐永明到前面 当然也看了 其实这个赖委员讲的很有道理 为什么徐委员 他可以站在前面 因为大绿小绿 还是有点套招 如果换成我们国民党委员 早就被那个苏 苏政卿就在旁边 就把你架下去了好不好 民进党是多么的 我们讲多么会使用暴力 如果是蓝的就动手了 因为徐永明还是绿 那民进党能对徐永明动手吗 对徐永明动手 那就是绿营正式分裂了 他只能骂他说 柯建瑜骂他说像鹦鹉一样 骂得很斯文 对 鹦鹉 这有点打情骂俏 鹦鹉这样子 照星讲的是重点 今天不要说赖委员讲不出 徐永明那种比较搞笑的话 搞笑版的话 但是事实上赖委员只要站上去 他们包围上赖委员就被架 早就架下去了 三分钟就把你拉下来了 没有没有三分钟 3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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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党那个准确度 就像我们打电动玩具 网路有示范 一上去就啪下来了 对 他那个制约反应 一看到他说蓝的 好 跑上去就是这样 所以因为徐永明他是小绿 所以民进党也给他表演的空间 给太阳花面子 虽然现在有点情人吵架 但是还是给面子 我对台湾真的是觉得很悲哀 民进党基本上立法委员 真的是有不支持的文化 大家想想看 这次一立一休 为何会搞到 全民又觉得需要重修法的地步 就是因为那时候劳工 民进党的立委 跑去跟劳工团体 在大家都搞不清楚的状况下 要五毛给一块 其实那时候大家最反弹的 根本不是现在这个休假问题 是那个加班费 对不对 那个加班费也不是行政院版本 也没有跟任何人鲜商 就是那个加班一小时就变四小时 然后那个加班费搞得 大家痛苦不堪 好 那当初是民进党拿几个立委 跑去答应劳工说 那个放假放假放假 加班费加班费 然后闹到今天反弹回来要修法 要修法以后又完全倒向资方 不仅加班费的问题 那个没有了 现在连休假都倒退到比国民党 古早古早时候的劳基法 还要更退步 那当时冲到前面 想要去对民进党 那个劳工团体在那边说 你看我们夺挺劳工 那些民进党的立委 现在要不要接负自杀 是谁啊 都不用出来 都不用出来道个歉 今天大家还在讲说 那个劳政出身的政务副部长 他为什么要辞职 他还说什么生涯规划 这拿什么生涯规划 你作为劳工运动的领袖 你进去民进党看他这种 这已经不是用法夹官可以形容了 这简直叫做山路大飙车 这种人还不下台 他还不能够正正当当说 我就是为了劳工权益 我看不下去我下台 这些人真的都是闹种 国民党为什么学不乖 为什么学不乖 上次一粒一休 已经上了民进党的大档了 这次你知道吗 这种态度下来 不管有没有所谓用这种 促转条例去换所谓一粒一休 大家认为都是有啊 大家就认为会有啊 因为你这个态度太软弱了嘛 所谓中国人的定义 是一种文化中国的认同的话 我相信只要很多人到大陆去工作 或者在大陆创业 或者有大陆的经验 在大陆就学 所谓认同 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这个比例 一定在未来的很短的时间内会上扬 基本上就觉得说 明明应该抗争到底的事情 你还在那边瞧来瞧去 然后最后让蒋王安一个人 以前不是有个笑话吗 谁愿意去救郑造星呢 所有人都退后一步 剩蒋王安在前面 蒋王安就觉得他是这种角色 所以你现在国民党团 你知道现在国民党团 大家为什么对国民党 现在还是相当的不信任 因为你在野之后 刚刚我们赖事报委员讲 有的人根本不晓得自己是在野党 还在表现出执政党的理性 你知道你继续理性下去 以后就变三席 叶委员 其实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其实爆发出来 吴敦毅见了赖清德 然后有无赖共事 两个人实时紧扣 非常的亲热的时候 我们就说 那个时候盛丰兄就说 就是谈毅力一休 然后现在看到这个结果怎么样 这个毅力一休 我觉得刚刚这个 大家讲了那么多的冲突的过程 乃至于它的发生的原因 我觉得从这个事情 国民党倒是有一点收获 有一个什么收获 他的一个明日之星蒋王安举起 他整个的表现 你在骂很多国民党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这个人很突出 非常的突出 国民党很久没有看过这种人物 怎么说 坚持原则吗 一向也都是温良公俭浪 他有所为有所不为 刚刚不是说了他平常看起来 我们赖委员也是 他是老将了 这个我们已经太熟悉了 这个不在话下 好坏个人自有定见了 讲话一出来 我们也不觉得怎么样子 但今天这个事情表现 你看过几个国民党立委 敢这样子做的 敢呛党团 呛党团 国民党就缺少这一种基因你知道吗 就缺少这种基因 能够跟权威挑战 能够坚持是非 今天有这么一出来一个 讲万万这样 我值得应该值得赞赏 这个让支持国民党的选民 让他们也还有难起一点希望 所以国民党还是有人 不是没有人 我们来看看我们台湾人 心里在想什么 最新的联合报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 我们来看好好的来看一看 这一份民调 因为非常有趣 跟过去的有些民调不一样 这个民调到底帮助我们看什么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的正确 解读这个民调呢 第一个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印象 大陆的印象不好的下降 从今年是45%觉得大陆政府不好 去年有54% 所以觉得它不好的下降了 觉得它好的上升9% 下降9%是不好的 上升9%是好 觉得大陆现在很好的有40% 然后对大陆人民的印象 觉得大陆人民不好的 去年有45% 现在只剩37% 而对大陆 我们的大陆客来台湾 或者说我们想象中 对大陆人民的印象 去年觉得好的只有44% 今年觉得好的已经快到五成了 49% 远远的超过觉得 对大陆人民不好的负面印象 所以正面超过负面 然后他问说 可能导致两岸关系 转趋紧张的因素 104年是台湾独立29% 105年台湾独立22% 106年认为台湾独立 是两岸关系紧张的因素 上升为33% 然后台湾独立加民进党执政 加大陆政策 合起来就是49% 有49%的人认为这些跟民进党有关的东西是 造成两岸关系紧张的因素 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李明贤说 民党执政下的两岸关系陷入僵局 所以这是这份民调的意义 绿营人士不具名的说 大陆对台湾释放善意 或者说国人对大陆的印象好转 不代表认同中国大陆 有一点酸 可是这句话 其实也有那么一点点道理 因为对他印象好感 跟台湾自认为是中国人的两个数据 又不一样 我们等一下还会继续看 首先我还是必须说 这个联合报做这个调查 是非常有意义的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第一个他很长期做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一个 很长期的趋势 从民国99年到现在 现在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长达七八年的时间 最显著的就是第一张图 就是看到民进党执政这一年多来 极力的用尽办法让民众抗中 讨厌中国大陆 反中 然后从教科书 从意识形态 想要整个否定中华文化的传统 跟中国的血脉都割裂 蔡英文甚至出去什么 寻亲之旅跑去找小岛的原住民 就是他一切的部分的 这个种种的努力却导致了 大家对于大陆的负面印象的降低 而喜欢的人增高 今年106年的情况下 不好印象跟好印象的差5% 不好的还略高于好的 可是我们想想看 如果大陆继续的强大 大陆继续的改革 大陆的创新力度继续让大家觉得 眼睛一亮 大陆在国际的地位继续增强 这个拜川普之次 大陆的国际地位 就一直水涨船高 那会不会到了明年 民国107年的时候 黄金交叉 黄金交叉了以后 如果在民进党强力的锁国 跟抗中的情况下 也不承认九二共事的情况下 把台湾的经济 弄得很痛苦的情况下 大家对大陆的普遍性 不分蓝绿的整体好感 超过反感的时候 那请问民进党要怎么办 那回到刚才之前讲的 所谓认同的问题 我认为认同的问题 不用在现在烦恼 因为你民进党 你不管教科书怎么改 各方面 现在这个民调里面 有非常高比例 尤其是20到29岁年轻人 要去大陆工作的意愿 超过50% 那我自己的经验 包含我想在座很多人的经验 你如果比较有机会 往返大陆 去看大陆的发展的人 你就会发现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们的血脉是不可能割断的 因为口味 审美 文化基因 完全没有二质 所以如果说 所谓中国人的定义 是一种文化中国的认同的话 我相信只要很多人 到大陆去工作 或者在大陆创业 或者有大陆的经验 在大陆就学 所谓认同 既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的比例 一定在未来的 很短的时间内会上扬 好 我们继续看 这个民调又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认为两岸民间互动 关系热络的有34% 关系和缓有44% 关系低迷的16% 两岸关系官方的关系 低迷的有34% 经贸关系是竞争的 认为是竞争的42% 局势关系紧张的42% 外交关系高度竞争的是57% 那有多少台湾的民众知道 中共召开19大呢 有49% 76%的台湾民众 知道有19大 其中有49% 相信未来能维持现状 当然这个现状 是怎样的一个现状 6%认为将来有机会转好 有30%认为 19大的结论 对两岸关系有负面的影响 而对当前两岸政策的看法 26%支持台湾当前的两岸政策 也就是支持蔡英文 只有26% 47%认为台湾的两岸政策不当 非常高 有47%认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 是不当的 而对于蔡英文总统 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 满不满意呢 55.8%不满意 满意的只有26% 你看满意的26% 跟支持两岸政策是一致的 非常一致 这个民调也直接打脸了绿营的民调 绿营的民调说 支持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有高达55% 超过5成 然后再来 关于民众对台湾前途的主张 他从99年一直做到106年 今年我们看106年 尽快集毒的赶快独立13% 先维持现状 我们再找机会再来独立 叫缓毒的有11% 所以13加11总共24的人要毒 先维持现状再统一的12% 尽快统一赶快给我统一的8% 合起来20% 其实24跟20差距不大 永远维持现状的有49% 非常非常高 几乎等于两边加起来 叫统跟毒加起来 还要多 可是这个叫做永远维持现状 这个现状是什么东西呢 因为我们的现状 一年前的现状 跟一年后的现状已经不一样了 然后每个月的现状又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非常吊诡的 最近你要去大陆就业 那个意愿的变化 注意106年 20到29岁有超过五成 有总共53%的人 认为我要到大陆就业 30到39岁有47% 40到49岁也有47% 等于说50岁以下 过半的人要到大陆去就业 对大陆国力的印象 有72%的民众认为 大陆未来有可能成为 世界第一强国 有20%不看好大陆 成为最强盛的国家 大陆的国力扩张 对台湾的影响是什么 有68%不担心 认为说不会对台湾不利 有27%认为会对大陆不利 我跟你讲其实张晓月 上台有一件事是对的 她说生命会找到出路 果然两岸目前的状况 进入侏罗纪 完全是侏罗纪境界 蔡英文因为不敢明着反对 就用放牛吃草的态度 可是如果你放牛吃草的话 两岸关系是会慢慢萎缩的 就好像如果一个人 他已经不动了 变成植物人的时候 你不帮他附届 他那个枝干就会萎缩 现在两岸关系的状况 就跟民党政府的状况一样 就是一个植物人的状况 我真的很佩服这样的调查 你知道我一直认为 在蔡英文上台之后 他哪有什么两岸政策 他在两岸政策 三个英文字叫Let it be 就让他自然发展 我完全out of pain 完全没有任何的章法 就是让他自然发展 他是让他自然发展 他是在压抑打击两岸的关系 他就是在打击可是他又不能讲 他就让他慢慢的恶化 你知道十九大习近平讲了一些话 其中有些是非常关键的 包括给台湾民众国民待遇 还包括六个认可 这几个地方我认为大家特别注意 同时我认为自从习近平主政之后 那个手段之柔软 那种心思之细微 超乎大家的想象 你知道十九大之后 他刻意让陆克莱坛好像又恢复了 所以前一阵子好像大家都在买游览车 我认为他是一直在对台湾 很用心的在经营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观察的 最后跟各位讲 包括两岸的经济 包括两岸的这样的一个 学生的这样一个状况 包括学校情况 这是泰晤士报的调查 这是泰晤士报的调查 最新的调查 人家第一名是牛津 第二名是剑桥 第27名叫北京大学 我们的台湾大学 现在已经到了198名 所以这就是两岸的现状 好 那看这个民调到底要怎么看 我们现在线上专访一位两岸的专家 陈建仲 他是台湾大陆地区高校学生协会理事长 建仲兄你好 你好 你来教教我们 因为你对这份民调有很深的研究 教教我们 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民调呢 我想这份民调比较特殊 有一点就是说 他认为两岸关系趋紧张的因素 九二公式从去年的18%掉到这个现在的6% 那他也认为说 十九大之后大概四成九的民众认为 两岸情势可能会比较好转 我想我们回到他的问卷里头设计 他有提到说 三成三认为台独是两岸关系趋紧张最大的因素 八个person认为是民进党的大陆政策 八个person认为是民进党继续执政 但你把这些加起来 其实通通归于一个原因就是 还是因为民进党执政造成的 所以他这个6%因为被设计问卷所稀释掉 如果还原回来的话 不见得是民众认为九二共识不重要的 因为其他的选项事实上就归于民进党执政 民进党执政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承认九二共识 那我们再看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趋势 就是这一次民众对大陆政府的印象 从过去超过五成都认为不好 但是这一次的负评显现是减少了九个person 然后正面的评价就增加了九个person 那么我们看到对照最近这个国际的媒体 都在热烈讨论中国的政体 包括时代周刊或德国的民进周刊 都用这种中文或拼音封面来 正面的来肯定中国政体现在的发展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 显示不管是国际或是台湾的民众 他都在调整对大陆的视角 谢谢建宗兄 谢谢 谢谢之前 这还有一个问题 影响两岸关系转趋紧张的可能因素是什么 有33%认为台独是两岸关系最大的变数 比率比去年增加11% 那认为九二共识 单单挑出来九二共识只有6% 表面上看起来下降 但其实是因为大家去选择了33台独 8%认为民进党 8%认为民进党继续执政 所以其实还是民进党的关系 所以赵欣 你怎么看呢 其实这个东西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 其实我们台湾毕竟是一个开放社会 即使民进党政府这样子用很多错误的资讯 还有去中国化的作为 来试图误导民众 但是民众有自己的看法 民众资讯的管道并不是只来于政府 它可以从国际的媒体 还有世界的趋势 这个东西都是骗不了人的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其实台湾的民众是可以感觉到说 中国大陆它真的崛起的过程到现在 如果我们现在要跟世界做生意 中国大陆就是世界的一个桥梁 你不可能跳过中国大陆 然后跟全世界做生意 可是现在民进党政府 我们刚刚就像诗诚哥讲的 这个就是放牛吃草 诗诚哥讲Let it go 其实蔡英文因为不敢明着反对 就用放牛吃草的态度 可是如果你放牛吃草的话 两岸关系是会慢慢萎缩的 就好像如果一个人他已经不动了 变成植物人的时候 你不帮他附件 他那个枝干就会萎缩 现在两岸关系的状况 就跟民进党政府的状况一样 就是一个植物人的状态 我们需要用活水去push它 为什么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的开放 以及成长的趋势 如果我们不参与的话 我们边缘化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现在大家对于中国大陆的看法 也整个改变了 即使民党政府不断的妖魔化 可是我们从这个民调的状况 你们就可以看出来 大家对于大陆 尤其是就学教育这个印象 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过去我们可能只是觉得说 我们去世要赚钱 现在你其实是认同他的文化 认同他的教育体系 认同他对世界知识的追求 以及那个融入的程度 不然你不会让自己的孩子 去那边就学 你会选择说 我送到美国或新加坡就学之后 我再去中国大陆做生意 你已经实际上民间已经承认了 中国大陆的学术成就 已经在世界里面是非常的高 所以民进党如果在这个样子 逆势而为的话 其实你就会被民众所抛弃 而不只是会国际潮流 这是民进党的警讯 可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一份民调 是之前我们有报道过的民调 10月16日 台湾竞争力论坛 2017年台湾民众 国足认同的一个民调 这个民调他也是长期做的 第一个问题 两岸如果无法维持现状 就是非常吊诡的是很多民调都有讲 维持现状 可是这个现状 其实都在不停的变动 好 维持现状的状况下 如果不能够维持 那你会怎么样呢 62%认为和平统一 对台湾有利 27.4%认为台湾独立有利 所以62%的台湾民众 认为和平统一对台湾有利 然后国足认同呢 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 有86.5% 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 7.5%认为自己不是中华民族 你可能有外配 你可能有原住民 他认为不是中华民族 但是不一样 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 跟认同中国人不一样 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 降到50.2% 而注意 44.7%的人 说 不 我不是中国人 然后 二十到二十九岁的族群里面 百分之七十一 说 我不是中国人 三十到三十九岁 有百分之五十点二 所以你就会看到说 教科书 课纲 对年轻人的影响非常大 去中国话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 非常成功的 而这样子的一个国足认同 它是很固定的 其实 国足认同 像宗教一样 一旦形成 你要去撼动它 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会非常忧心的事情是 一方面台湾人很理性 看到大陆的崛起 怎么样的资讯封闭 你都没有办法阻挡这个事 大家都知道大陆崛起了 对到好感度升高了 可是一方面 很多人又被教育成说 我不是中国人 这样的矛盾要怎么样调和呢 世保委员 我记得2009年吧 那时候我带一个团 是号称有史以来 最大的台湾立委团 连我17个 去访问中国大陆 谈两岸的金融MOU 接近我们是网易 国台办主任 亲自谈 他开始破题 他就讲了 他说 我们现在都喜欢讲民调 我要来讲讲民调 他说 台湾人怎么看大陆人 台湾人说大陆是伙伴关系 我们怎么看台湾人 我们认为是兄弟姐妹 所以兄弟姐妹可以不计较 我们吃快一点没关系 让一点没关系 如果按照台湾人来 把我们当伙伴关系 对不起 阻止比较 他那一地方破题 我印象非常深刻 说得好直接 大陆其实很了解台湾人 很了解台湾人 你注意看 你注意看 其实台湾人也因为大陆 最近这一连串的 开始说要 所谓的国民待遇 开始帮助年轻人 帮助我们的创业 多少台湾人想去那里 对大陆人民好感度 已经超过不好感度了 黄金交叉 然后对中国大陆政府 我们一直是敌意他 为什么 蔡英文执政以后 他发现说 过去所有的诉求 其实都是不能做的 包括他们过去在 在野时代所要求的那些东西 所以你今天看到 我们在做两岸的 这一些民调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很大一部分 主张独立的人 他是年轻人 对中国大陆政府 我们一直是敌意他 为什么 他对我们国际空间 不断打压 WHO不让我们去 什么什么 对不对 他那个民调里面 主要民众对大陆政府 负贫的关系 是说认为他专制 但即使这样 还有很多的好感度 没有错 所以我要提的就是说 这里面来讲的话 其实慢慢的两岸 透过中国大陆这样子 这样的一个关系 已经慢慢在 已经getting better 可是老实说 以蔡英文来讲 我是不了解他 为什么不愿意承认九号共识 他只要讲出九号共识 其实他想 我用中华民国宪法 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就等于九号共识 因为讲一个中国 因为讲的是两岸未来中必统一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他如果遵守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 就应该承认九号共识 可是他为什么不承认九号共识 因为他不断的 掏空中华民国 所以你刚刚讲那句话 非常好的 你说中华为之现象是什么 每天在改变 中华民国每天在改变 但是他知道 我只要挂一个中华民国 挂在这里 你不能打我 因为他里面有一中的味道在里面 虽然我嘴巴没有讲 可是我只要端出中华民国 你不能打我 这样我慢慢掏空 这个其实很危险的 因为文化的洗脑是很厉害的 为什么天然毒会产生 从课堂开始看 你在节目中讲好几次 我国改成中国 中国史改成东亚史 慢慢的就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 如何突破这种国主的认同 多交流 多来往 现在我乐意看到 而且这次很大的跳跃 说年轻人想到大陆就业 超过一半 为什么 因为大家预估最慢的 2030年 老共的GDP世界第一 最近的time说2029 今天林立乎说2025 2025变成中国大陆变成世界GDP第一 开快车了 但是这样的发展 当台湾有见识 有眼光 有格局 有能力 不会被台湾捆绑的人跟企业 纷纷到大陆 到新加坡 香港 全世界去就业 拿高薪过好日子的时候 这种结果会不会是民进党 其实还蛮喜欢的 你们都去吧 你们心不支持台独人都走吧 那就不要回来投票了 所以在台湾我就继续永远都是 留在台湾的如果是老弱妇孺 老弱残兵 那不是很好吗 大家都投我 11月19号 民进党独派继续push 民间促修公民投票法 没有中断 公投当然是为了什么 当然是为了台独 年底前要搞定 柯建民说 蔡总统已经承诺 年底前就会处理 不会跳票 但是具体的时间我们再讨论 尤英隆 尤英隆的民调公司 又做了民调来支持说 他说现在的公投 是鸟楼公投 我们要修正 然后修正就是把年龄降低 然后可以变更领土 然后提议的门槛 连署的门槛全部都降低都放宽 然后他说他赶快提出来一个民调说 认为要修正公投法的有58% 认为现在公投法不行要修 认为该独立公投也有41.2% 说不该的有49.3% 然后说公投门槛太高了 有55.8% 公投应该在蔡的任内要举办吗 43.4%要 所以你看董哥 其实独派一直很急 包括太阳花把服帽跟货帽给推掉 也是因为怕台湾跟大陆太要好了 其实很大一部分主张独立的人 他是年轻人 20到29岁71 这个是我们过去讨论过的 当然最主要就是他整个柯刚 他整个民进党的教义 你问他说他是不是主张台独 他说不是 我没有主张台独 可是我就不是中国人 就是这样子71% 他打从心里面 他觉得他到大陆是去 他对邻国 他说我们是好邻居 好邻国你不要来侵略我 怎么办呢 所以他就用整个教义 教出来的就变成 我们现在台湾这样的形态 但是我不知道 你今天有没有注意一个新闻 其实在台湾很有知名度的银眼娘 他在大陆投资很大的大润发 来看一下今天晚报 是 大润发 买大陆的大润发 阿里巴巴马云砸868亿 把银眼娘的股份买走很多 银眼娘当场就赚了 280亿 那云眼娘当然他过去跟蔡英文总统 还有我们中原院的翁启会院长 他们一起做生意 他们是生意的伙伴 不是兄弟 是伙伴 你好坏 董哥 那你可以看到 就是现在整个世界上的局势 大家其实都非常清楚 尤其在川普跟习近平 会变了以后 中国大陆的地位 在世界上马上就提高好几倍 台湾你最应该将来投入我们国家生产力的 或者开发脑力的 不都是年轻人吗 他如果用这样的想法继续下去的话 我们是越来越萎缩 所以我们这次做的民调 他很清楚的就是 对大陆人民的好感 已经增加了变49 对他们政府的好感 过去是50几 过去不好的这50几 现在变成45 从51到人民的不好的印象 从51掉到45掉到37 然后对政府也是第一次突破一半 突破五成 所以对大陆印象负贫的降到45% 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整个 中国大陆在世界上的地位 它是已经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但是我们还在用这样的叫化 民进党用媒体 用客纲 还有用立法院的委员 每天在丑化中国大陆 但是其实世界上 现在很多资讯我们从网路 从媒体 我们其实都可以了然于胸 那你今天看到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对我们最大的警惕在哪里 在于我们让很多年轻人 觉得说我们可以自己封闭起来 就可以好 就好像你刚刚讲的 你们去投资人 那些人不要回来投票最好 我民进党就可以长期执政 可是台湾能够进步吗 台湾你最应该将来投入 我们国家生产力的 或者开发脑力的 不都是年轻人吗 他如果用这样的想法 继续下去的话 那我们是越来越萎缩 不用讲 因为你没有世界观 然后你不晓得说我们怎么样 趁势在世界经济的悬逻里面 跟大家一起成长 刚刚的民调里面有一个说 知不知道它的19大有79%的人知道 表示我们已经开始注意到 大陆是崛起了 以前我们都不知道它开什么19大 18大 17大没有人知道 因为知道所以才了解 大陆现在已经是我们新所向往值 它是一个机油股 如果读民调的话 这个是曲线图的话 它是个机油股 黄金交叉已经出现了 所以说它应该是 我们对大陆应该是属于买进 看这个局势 看趋势 每一年每一年看 所以联合报那个 可是看这怎么办 对 所以从这个就可以理解了这些 你刚刚讲的维持现状 如果从维持现状